攢動原件廠裡不同產線各司其職 卻有一個年輕的身影穿梭其中 拿起產品和產線人員仔細溝通 不管是塑形 拋光 還是最後加工 年僅27歲的五點章都得親身前往 之前就已經有在摸類似的工作 那幫助我就到企業裡面來的時候 就是更能夠駕駛就熟 才進到公司四年多的時間 已經是研發部的要角 適應能力之快 全是因為有計畫性的訂單式學程 也就是企業開出產業需求 學校端開放一到兩堂的課程 開放十多個名額選課培訓 才不會說學校教的 到了現場實際都已經好像學費所用 這個是我覺得說 跟學校長期的合作 能夠帶來的效益 和企業合作在校園開課 實戰經驗全在這裡頭 擺滿了大型機械的專屬研究室 大一來就是先從CAD 畫圖的部分先開始學 那大二就學程式 那大三學操作 那一直到大四我就把外面業界的零件 他們的CAD提供給他們去練習 緊密的產學合作甚至接受企業委託研發新品 除了人才培訓之外企業也把他們的研發部門搬進了校園裡頭 像我手中兩種不同尺寸的微小羅茂 透過這邊的製程研發 已經大幅減少它的製作時間30% 來自學界的研發能量不僅解決了產業的問題 也讓學生培養了不少實戰經驗 企業也會指派內部專業人士入校指導 加工完的時候會有一些所謂的毛邊跟殘料的東西 你們現在在前製程軟料的時候要把它處理起來 因為經過高溫的時候那些比較小的細穴會融化 會沾在羅茂上面 透過這樣的產學培訓近三年來 順利讓19位的學生進入這一間合作企業工作 就是這類型的這次的立場 你們還記得兩次的確認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